俄军公布最新轰炸画面 他们一连发射四枚巡异飞弹 S-300防空系统是斯洛伐克军援乌克兰的武器之一 俄军宣称他们在一天之内打中58个军事目标 乌克兰东部前线哈尔科夫一座弹药库竟被俄军部队控制了 现在俄罗斯不仅要打乌东还妄想延伸到乌南 东南方的扎波罗热遭到轰炸 海面上传出炮声 乌克兰南方门户奥德萨距离俄军目前占领地区已经不到 80公里 除了耗钱补给人有问题 普京健康问题也引起关注 这是俄罗斯官媒公布的画面 普京脸部脖子浮肿 右手以不寻常的姿势紧抓着桌子 右脚间歇拍地神态怪异 让这场跟国防部长的会议 似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TVC的余生产诚文综合报道